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今天我们又有自己民族的符号 又传承着我们自己的文化 开场 听 那万人攻墙之上的今生御阵 似乎在呼唤我们走进这座城 去聆听自己血脉与它的共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孔 三孔在1994年就成为世界遗产了 所以这个地方既是国家级 你说 名城 又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又是世界遗产 是吗 学习了一趟 又可以学习了 像万人攻墙 万人攻墙 这就是城市中州县 还真是 有点咱们在永定门上 大家看的样子 咱们还有两位朋友呢 还有两位朋友 对 师傅来了 来了 这应该是 小龙 小龙 您好 又见面了 又美女谁 给您介绍 彭亚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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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 我们去到庐山 我盼了一年终于来了 在庐山他们两个一队 我们两个一队 对 他的庐山 今天期盼跟您一队 太好了 太好了 我可能待会会问一些 比较傻的问题 您别介意 因为我真的不懂 我就是傻子回答 那我们去进城门 还是 咱们今天还有一个杨老师 他会给咱们来讲 来讲解 对 杨老师 杨老师您好 杨老师好 山老师您好 各位好 杨老师好 这个久仰 今天就麻烦您 给我们介绍介绍了 对 我在屈福待的时间很长了 第一九八一年 来屈福上大学 然后留校做工作 实际上在屈福待了四十多年 四十多年了 一直从事孔子入学的 学习和研究 您多给我们讲一讲 你们来到屈福 你们知道 屈福的世界文化遗产 有哪些吗 知道 我们来的这地儿 应该就是吧 对 对 那么今天我们所在的位置 就是捧庙 当然我们全世界孔庙很多 但是屈福的孔庙 是最早的孔庙 这个现在我们在的位置 就是屈福孔庙最前边的这个门 实际上叫万人宫墙 原来就有万人宫墙四个字 前冬皇帝来了 把原来那个字给抹了 把自己重写了一遍 他为什么叫万人宫墙呢 这个其实这个典故是出的论语 子宫闲于中尼 当时有一个人给子宫说 他说子宫你比你老师强 子宫这时候说 你太不了解我老师了 我给你打个比方 批字公墙 打个比方就像公墙 他说我的墙也就是肩头高 夫子子墙素人人 就是好几人高 后来就比喻就是孔子公墙万人 实际上就是不仅仅是素人了 就是万人 就是中国文化博大精神 第二个内容就是说 中国文化虽然博大精神 但是我们要得其门而入 要抓入孔子思想的精神 所以这个万人公墙两个意思 那杨老师今天叫我们得门而入 并且能够得到精神 我们一起来学习孔子走进圣庙 好 其实每天都有一个叫开城门意思 好 吉时已到 明尘庄 我们一起来 number i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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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仪式感一有 鸡皮疙瘩下起来了 是吧 它这个规矩很高 这仪式感一有 这是一个梦城 梦城 今生玉镇 今生玉镇实际上就是 孟子赞颂孔子的话 极大臣子今生而玉镇之一 所以孔子是想贯穿 这个礼乐的一个始终 他是持这个意思 现在我们今生玉镇也好 黄中大礼也好 这些都是形容这个音乐的 红大庄严这种 好我们到孔庙了 姚老师给我们讲了 我们还是按老传统分组吧 好 那咱们还是你们两个 小龙老师和刘刘 你们一个组 我们是在孔庙 你们是不是上孔府 好 那我们就孔府 回头见 好 拜拜 好 这个现在我们看到是这个 灵星门 它其实是在这个孔庙的最前面 相当于一个影子 灵星实际上就是 这个通宿舍的文曲型 所以就是说你像孔庙 里边它就没有那个灵星了 所以实际上是一个 在文化史上那种地位 哦 这里隔一点就一个门 对 这一道一道房 我看到这些每个字体都不一样 都是不同朝代不同的人提的 对吗 对 这个孔庙是陆陆续续建成的 最早是孔子去世以后的第二年 就有了孔庙 后来他的弟子都进来住了 那个地方就开始纪念孔子 那么后来为了孔子的地位越来越高 那么到了东汉时期 就开始官方开始计时孔子 所以孔庙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 实际上都在这一个地方 慢慢地扩展成今天的样子 从三届房子扩大 2400年扩大到现在 是的 这个整个孔庙的那边的主体部分 是327.5亩 前前后后话 就贯穿着这条中度线上 我们故宫是600年是吧 到前年整整是600年 那他们建筑会有一些 比较相仿的部分吗 很多相仿的地方 比如都有中州县 比如都是官室古建筑 这里都是古树吧 是 就是这个历代种子 而且可能是松柏的气味 它让人觉得特别的那种舒服和安定 嗯 碎寒 然后之松柏之后雕也 就是那些风霜雨雪 夏天这里面一定很舒服 对 我们以前这个虎庙 虎庙是建在哪里呢 站在学校里 建在学校里 主要就是庙学 实际上是一体的 庙学是合一的 所以古代的这个传统的学校里面 他一定是先拜孔子 再拜老师 所以 元代开始就是在北京的 成贤街 嗯 现在叫郭子健街 对 皇帝在郭子健讲学 旁边呢就是孔庙 基本 这是庙学合一 最典型的 典型的一种像的 嗯 其实南京夫子庙 其实全国各地 因为好多地方应该都有 对吧 很多叫文庙 哦 文庙也是纪念孔子的 哦 他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建筑 虽然不一样 但是他供奉的人是一样的 是不是好多人那个就是考大学 之前也过来拜一拜 对 是吧 要到大成殿 大成殿 这个从现在开始啊 这个我们就到了这个 孔庙的最核心区 那就是考大学的人 哦 真的呀 他许的愿是不是 对 也是一个美好的信仰 对 带来希望 哇 这有一排盘龙珠 你是第一次来吧 我第一次来 第一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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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现在为了保护啊 加了个东西 要不加的话 摸得更滑 大成殿 顾名思义啊 就是孔子这位极大成 这个名字从这来的 所以这个建筑啊 你看非常辉煌 这个建筑非常高大 它是这个黄流流啊 最高规格了 对 是吧 你看这个最典型的 就是这个盘龙珠 这个盘龙珠 好像这个故宫这个 也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对 所以呢就是啊 这个盘龙珠啊 这个实际上是规格相当高的 这个里面的这些匾额啊 这个都是对孔庙珠在于 嗯 清朝的这个帝王啊 这个每个人都有一个 大家都要来一起来 弘扬这个孔庙珠 今天来到这儿觉得感触特别深 我们从小课本里面就会讲很多孔子的一些思想 那为什么现代的人还要学孔子学论语呢 其实就是追寻孔子 嗯 追寻中华之道 让社会和谐这样一个目的 是吧 很多人可以从学术角度 那么很多人啊 也可以啊 从这个保护的角度 也可以从修建的角度 对 嗯 像这个孔庙 它的规模之大 延续时间之长 生生不息的这样的一种气魄 实际上它是一个大百口全书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一直在守护着孔庙 一直在维修保护研究孔庙的一支非常杰出的队伍 就是咱们三孔古剑 我们想去拜访拜访他们 好 你去拜访他们 好 谢谢 好 老师您好 张老师您好 您好 张晓龙 您好 您好 两位老师好 我是我们三孔文旅的工作人员 我叫张磊 今天非常欢迎两位呢 历临我们的天下第一家孔府 太好了 这是第一禁院落 我们孔府呢是叫三路布局久禁院落 久禁 久禁院落 它很多的规制真的极高 对 那咱们现在来到这个银门 这是重光门是不是 重光门 这个很有讲究 牛老师一看您就做了功课了 这道门啊 平时还真是 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开的 有大事才能开 对 一般是皇帝来接圣旨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特殊节日才能开 就像我们进城平常不能走的路 但是呢 中了前三甲的人就可以走 皇帝大婚的时候皇后就可以走 是的 这条路啊 不是普普通通就能走的 小龙哥这是专家 没有没有 这是专家 两位专家 我是来学习的 咱就走边上吧 这一景院落当中呢 就呈现出我们这个在权势方面的一个优势了 这个呢是咱们孔府的大唐 大唐 过去这个大唐呢 是公爷呢 用来处理很多实际事物的 过去呢称衍生公 为公爷 嗯 比如说像一些特别重大的一些事情 才会在这儿 咱们要说衍圣宫 可能很多观众不一定都知道这些 很陌生啊 也听见这个 对 衍圣宫呢也是根据历朝历代 他不断的分封 你看从最早啊 这个包括这个给孔子的这种封号 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那最后定名为这个衍圣呢 其实就是希望他能够把我们这个儒学本身 跟他所代表的这个文化内涵 一代一代去传承下去 嗯 咱们接着往前走一走 从大唐开始呢 再往后呢就是二唐 这个二唐呢 因为他没有单独的门户 嗯 他是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面 你也可以理解为他是一个过道 啊 这两排龙板凳 对 我们就说哎呦他这人不受待见 坐龙板凳就是从这儿来的 对对 颜松把自己的孩子嫁到这儿来 然后呢和孔子呢是庆家的关系 嗯 在他马上东窗事发的时候呢 只有求我庆家了 但是呢衍圣宫呢就是物欺人品啊 就是特别讨厌这人 就是这人不行啊 公爷没见他 您可以感受一下 嗯 哦 还真挺凉 坐下 龙板 龙板咱们还是不坐了吗 别坐了 三唐室咱们家族内部事务的处理 是关崖这个部分的结束 从此转进去就到了内宅 就我们讲叫前崖后宅 那内宅呢有一幅特别重要的话 叫借贪图 借贪图 借贪图 对 贪呢就是这个动物啊 他的名字呢就叫贪 形容贪呢特别贪婪 您看他身上全是宝贵 嗯 过去啊我们门口是有门房的 门房呢一看公爷要出门了 说公爷过贪了 大一个警醒 嗯 要维持一个中正平和的心态 嗯 才能够做好他这个角色 然后我们呢去看看衍生公 他当年结婚时的盛况 好啊 这么多人呢 但是我们想要去看看衍生公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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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看首先我们调案上 东平西境 然后上面中堂 然后两侧配的对联 然后咱们这个对联 您看徐永昌 沈洪烈 这都是过去的国民大员 送上的洗联 过去咱们就比较流行 文人雅士喜欢送这种东西 包括学者 文人 拜入孔家 门生为荣的这些人 都会把自己最真诚的 这种祝福送上来 这个是真迹 真迹在博物馆 都在博物馆 对 但是这个我们是一比一原样复制 过去咱们孔府 传承下来的文物 特别特别的多 然后能够称之为国宝的 也有很多 比如说像我们的上周时供 比如说像我们的孔府档案 然后像我们的明清服饰 其实都能够在当代 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的 特别是 都在博物馆里有很好的留存 对 那您能带我们去博物馆吗 可以啊 太好了 那我们去博物馆吧 好啊 咱们现在去探访一下 三孔古建的修缮师傅们 像三孔这个古建筑呢 它是中国最大规模的 古建筑群之一 古建筑呢 特别是木结构的古建筑 要经常的维修 所以呢 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修缮的队伍 这修缮队伍也是 汇集全国各地的能工巧架 它并不是一个工种 一个工序 比如呢 像这个瓦座 木座 植座 油漆 彩绘 所以按顺口牛就说 瓦木 这个石 扎土 瓦木 石 扎土 油漆 彩 彩 画 虎 油漆彩 画 虎 油漆彩 画 虎 这不是十个吗 油漆是一个 哦 这油漆 哦 对对对 那这八个工种 全一不可 对 所以一个古建筑修缮起来 是很多工种 大家相互配合 一个工序与工序来做 那您觉得哪个工序 是最复杂的呀 我说一个工序复杂 别的工序都 都不一定认证 这次三工古建修缮呢 一个重点就是油漆彩绘 哦 你看柱子都是油漆 窗户油漆 那么上沿呢 和内沿呢 都是用彩绘 它就很漂亮 是吧 它有装饰的作用 但是更重要呢 它是保护木结构的 这个真的是 您要不介绍 我们都不知道 它像这个 这彩绘已经很这个 斑驳了 然后还能看这边 是吧 对对对 还没完全剥落 对我们还可以看到 一些蓝色的花篮之类的 所以每一个 这个建筑的彩绘 要不要修 怎么修 修到什么程度 那么都要国家农居皮 哦 如果它对于保护 里面的木结构 还没上市功能 能不修则不修 哦 是不能善动的 这正在修 我们直接进来 这才干活呢 慢点啊 老师您好 您是姜老师吧 对对 姜师傅好 您好 慢点 慢点 我们建工的先带 那个阿强帽吧 好 来 谢谢 哦 这柱子真粗 对对对 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碑庭的 这个游四部分 你指的碑庭 是这个外面的这个结果 先有碑后的庭 这个碑是孔庙的四大名碑之一 这个是红武碑 红武什么概念 红武就是明代第一个皇帝 那比今天呢 北京的故宫紫晋城 还要老这个碑 哦 是吗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程 就是2015年的7月18号 明清古建筑 把渠府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基地 作为研究性的防护 这已经放大8年的时间 今天已经到了收尾的阶段了 哦 这是做到雪料逆子了 这一步 什么 雪料逆子 雪料逆子 哎 斩逆子 哎 雪料逆子 我想问一下 这个现在就是那个原木吗 还是这上面已经涂了很多东西了 这是很多层了 到以前是就是原木啊 原木清理完地障以后 我们开始做地障 一马五毁的地障这个是 做屏障 是 这个麻是什么麻灰是什么灰 麻就是用这个 我们以前那个麻就是那个 拉鞋底的那个麻 那麻 是吗 要包裹在上面吗 对 就现在涂的这个就是那个灰吗 跟我们的那个水泥什么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现在这个是用油 用油做的 是油啊 红油 红油猪血 还用这个雪料 雪料 用这个灰料 然后呢 有的还用白面 对 白面 有的还有生石灰 很多东西这个来组成的 所以它很坚硬 对 看起来这颜色跟泥吧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啊 我特别无知 我就是觉得很好奇 我们可以从上面看 我们这边有一个样麻 好 慢点看脚底下 我看到了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 一麻五灰地藏的一个工序 一个 从底道上一看有 小二十道的工序 就是每一道就是我们看到的 对 一步一步的来的 这个就叫什么通灰 通灰 一开始中五灰 现在通灰 通灰完就死麻 这个就是那个麻 对 这一步就是死麻 我以为是把那麻 捣成浆脂抹上去 真的真的用的 是真的麻 真的麻 其实它就是能让它看 防止它裂就是 相当于穿件衣服 对 麻衣 要对 又一道灰 又一道灰 我们亚麻灰 中灰细灰 这是砖细砖细砖细 我们的住的 现在就是我们做完 砖细砖了 今天是这一步是吗 这一步 之后就要抹油 这要打磨以后 就该上油了 你看这个就特别清楚的 让我们知道了所有的工序 不然银光嘴说 是 一麻什么 五麻 我都喷了 我说半天 没说清楚 你那往这一摆 一摆就看了 就像教科书一样 对 这个学生们讲也很清楚 就是 那我想问 除了这里的工程以外 像我们的队伍 还有别的在修建吗 我们正在修金身堂 我们从那边看一下 好 金身堂 是以前搞祭祀活动 大型的检出 都是从这边 这里工人就在上面 现在正在做彩绘修复的 一开始我们踏着工地 先勘察记录 看的是什么材料 什么彩绘 什么地上 我们都要记录 然后再开始施工 轻易出城 这不是匆忙上手 而是把原来的状态 给它详细地记录下来 全部都记录下来 以后来以后一看 就完全什么彩绘 这样有个特点 对 戴上了 你们上去感动一下吗 看看我们干的 不能怎么干的 好 童老师你上外面 看看他们传统彩绘的 行 感动一下 好嘞 好嘞 余老师你好 我打扰您一下 您这是在干嘛 这是在画的 龙眼 怎么这么圆 叫做工具 它有点像圆规 原来是这样 可以了 你要体验一下吗 我可以吗 可以的 你抢一下这个饰 从这里来行 好嘞 这个大颜色 不要上里面去了 对 这个真的是一个细致活儿 没有想象中的 对 那么容易 就万一图不好 而且还得让它匀 有耐心 有耐心 真的是要有耐心 稍微的性子急的 这还干不好呢 对 容易画出去了 是我们在这个粗尘是吧 这个粗尘是吧 是粗 对 这个是用面在粗尘吗 对 为了皮肤它上面的灰尘 那我试试 试试 要用棉毛 像现在清洗 我们就是用了纯净水 如果就是那种比较顽固的物质 我们会用酒精 我们现在就是主要的任务 就是把这原始的彩化 给它尽量的保留 这是细活儿 这个清洗还得注意 水不能太大了 哦 这水可能就大了 水很大 它怕泡它的原料层 这个清洗是不是很累死 没有耐心 没耐心看不到这个活儿 对 这个挺好的 看 咱俩给想过说 你钱不约钱 它也约钱 好 还见一些效果 对 对 是不是您做了多少年了 三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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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年轻 您这一天干多长时间 八个小时 那腰疼 那腰疼 你也习惯了 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习惯了 习惯了 从来这样 您做这行多长时间了 做了要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就一直在画这些墙上的颜色 那您在这儿画了二十多年 您会觉得您的工作枯燥吗 习惯了就好了 人家古代劳动人留下自慰 智慧的结晶 对 自慰 我太有成就感了 我下次来我就知道 这上面有柱子有一个颜色是我图的 对 还干活呢 我在这儿 这活挺费脖子 一直仰着头 而且得画得特别细致才行 我这画得我都不好意思再帮忙了 真的是挺辛苦的 而且最主要就是一直一个人在这儿工作 就是枯燥 对 日复一日 年复一天 李老师 师父那我走了 谢谢 老师您师父还有礼物 这个我们有一个礼物 小礼物 就是中国香气生产的这个酒鬼酒 文化名酒 这个酒鬼酒一直跟着我们万里走单期 非常有文化 谢谢 那我们走了 好 再见 再见 哇 这个像做的好好 我看他的眼神都是很雄雄有神的 对 而且这种树木的一种感觉 对 真是 咱们一看整个后面就蓝天 嗯 你一看了这个雕像你就想要给他吃个饼 嗯 听你的这尽味之心就来了 真的是 哎 这个他面向何处呢这是 面向东 嗯 向东有什么讲究吗 嗯 面向东有什么讲究吗 我们再一会问问 一会问问 那咱们去博物馆看看 好啊 走 你好 薛老师 你好 薛老师 你好 我是孔虎旧藏服侍研究中心 我叫徐冉 徐冉老师 我见面就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您说 他那个孔子乡为什么要朝东 是因为本身他东面有泥山 泥山是我们孔子就是诞生的地方 所以就是寓意就是他看着他自己出生地 还真有这个说法 确实是有说法的 然后给您介绍一下我们馆藏的情况 我们馆藏文物总共70万件 我们这个孔虎旧藏的文物呢 它主要有分孔虎档案 还有一些文献 都是孔家传承下来的 嗯 还有8000多件仿制品类的文物 仿制品的文物呢 其实我们的主要特色呀 是全国只有我们家 是有传世的明代的服饰藏品 那我们就从我们的孔虎旧藏的明代服饰开始 好啊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明代的61代的衍生工 这是明代的衣服 对对 他穿的呢 身上穿的是一戒二级服 两位老师可以看到我们明代的毛呢 是四种的 真好看 然后就是看到一个过渡的我们的孔虎线 从明代到清代这么一个过渡的现象 然后就到了我们清代的衍生工的画像 这是一个清代的标准的衍生工的 标准清代了 夏季朝服的这么一个画像 这是一个五爪 五爪 无论它是四爪的还是五爪的 它都显示了皇上 对我们孔虎厚仪的这种特殊的对待 走 咱去服饰厅 这就是我们策划了一个明代的服饰展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衍生工的朝服 朝服呢就是皇上祭天祭地的时候 还有皇上生日当天的时候 文武百官是要穿朝服 我们这件朝服呢 是全国为二的 并且呢全部是空服就藏 漂亮 好精致啊 这个是手 箱子金线 这个太漂亮了 这个集服其实规格也是挺高的 您可以看一下这个画像 这是我们明宪宗元宵的时候 集服的一个穿搭 这是宪宗皇帝 然后其他的是他的宫内的一些女卷 它的衣服就是通秀 世地云间 下面是马命裙 马命裙 马命裙 也是一个集服裙 马命裙今年还是很火的 其实有一些大事件能够让全世界知道我们中国的马命裙 这样的历史 是的 咱的明代的衍生宫的服饰呢 我们给它分了八种 对 在不同的场合用到不同的服饰 是的 朝服 祭服 公服 常服 中进贯服 集服 素服 辩服 我觉得这里边都是字面意思 对 字面意思也不对 比如说它朝服大家都以为它是上朝穿的 其实它只是大朝会大礼仪穿的 祭服就是它这个意思了 它是字面的意思 公服大家都觉得是办公穿的 公服也不是 公服是塑望朝餐的时候 还有就是初二十五的时候 朝餐的时候 它就是要穿公服的 他们是都是有穿衣行为规范的 这个穿衣行为规范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礼仪 走 就带大家看一下关于衍生宫给皇上送生日礼物的相关的记载 下面今天就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孔服档案 您好 老师 您好 两位老师好 这个是 这个很珍贵 这两侧的目录是我们查询这个档案 是重要的工具 孔服档案的话现在有三十多万件 如果在这么个浩瀚的这个文献当中 要查到的资料是非常困难的 那今天能不能您不知道 那女妞在这什么时候查完了 什么时候找到资料再走呢 那个 这个难度有点大 明年见 明年见 明年我还在这查呢 我给两位那个老师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的孔服档案的起举时间是明嘉靖的十三年 一直到一九四八年 是四百多年的律师 我给两位老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目录 可以看到嘉靖十三年开始 它每一个朝代又分了不同的类别 你看有西风类 有鼠原类 然后每一个类别的下面的话 就由不同的这个按照时间的顺序来进行排练 老师跟您请求一个机会可以吗 可以 就是我们俩能不能一人查一个我们俩感兴趣的 可以 你岁数大你先来 行 我岁数大我先来 那我就买马吧好吗 我们先要具体知道是大兴是在什么时代 万历 万历年间 也就是说明代是吧 刚才说的是买马 买马要涉及到它要去进贡 朝贺进贡 就是五十二页至五十六页是吧 不是这样是 这五十二页到五十六页 这四页都是关于朝廷的 我想我这个肯定能有 这个是野胜宫 他大婚这个的记录 我对这些特别感兴趣 但我从来没有自己找过这些 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你的指导 别让人觉得拍摄的时候我找不着 快丢人了 民国 这宫廷又不是 民国 民国时期的应该是家里吧 对 是宗族的一部分 宗族的一部分 这公元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 他们的结婚属于什么类别 宗族 对 八四六七至八四七七 你来找一下八四六七 看一看是一把后发 八四六七 这呢 一九三六一九三七 老师这个就是在您去帮找的是吧 这不是 因为只有我们库房的工作人员 他才能进库 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库房工作人员 给您找到了之后 我给您送过来 我们少等一下 太好了 这就是来了 老师 老师 您现在打开的就是文物了 对 是文物 我们的原始 幽政十七的 幽政二年 我们的原始的档案史料 可以 一百年了 看以前的字是怎么写的 我们看一下一些档案的史料 您可以打开来具体看一看 这原件 这就是他的夫人盆价时候送的一些礼品 我的妈呀 这可得轻轻的 这万一伤害一点 对不起这东西 对 赤金香脆手镯成对 白金表镯成劲 来 掀一下咱俩 我都顺得慌 我打开这个 这是天启二年的 这是天启二年的 你看明显的写的 万寿圣洁表文正副本 这是贺万寿圣洁的时候的一副表文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红色的部分 它是为了强调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画重点 防止作弊 也是画重点 然后那一边的话 你看看具体的定线那个是 四月初一 它初五是从孔府这边走 然后到四月的初一 你要到了北京去 然后你要把表文的话 要往上去盛去 是这样 它是这样的 宝贝 下面带两位老师去看一样 更珍贵的东西 跟我来 太好了 下面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把这两件明代服饰展示一下 也算是我们孔子博馆的战馆之宝了 我得四个人抬了 因为我们这个服饰 它本身衣长是一米五 一米六左右 绣长得有两米六左右 展示它的时候 要把它平铺开来 免得给它造成一些多余的伤害 下面请我们的修服师 给我们展示一下文武 看 这个太帅了 这是两件衍生工的基服 都是明代的 我们首先看这个 它本身是大红色 也是去极庆的 截着的时候穿的 这件文武也是经过我们修服师 修复过之后的 修复的痕迹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你看 这都是原来的时候 一丝丝的晶线都断裂了 一根晶线可能看不出来 但是它这 都在这一个位置上断裂的话 它就会有破裂 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要背衬一层染了红色的 同样织物的一层纱 然后给它做一下加固 然后看我们这个蓝色的 这个好看 其实文武的颜色 它就是经过了 这个几百年以后的沉淀 它就自带那种沉稳的气息 它和新做的是不一样的 这颜色真好看 好看 而且我们中国美学的用色非常讲究 是的 你看就是现在这种工业的 那种丝的这种红和蓝 这没法比的 对 什么月白 什么忽兰 什么就各种颜色 它有不同的名称 这颜色真好看 好看 那您刚开始一来 就到这儿来当一个馆员 这一辈子想好了 就是跟这些打交道了 能一眼望到头了 你就能当时没有点失落啥的吗 没有啊 我就觉得 我既然干了这一行 我就一定要认认真真的 就是把它做出一些成果来 所以有句话叫怎么说来的 说好制者不如乐制者 我就是感觉是乐在其中的那种感觉 一件非常残破的衣服 给修好了以后 可以拿出来展示给大家看 给大家解读它背后的礼仪文化内涵 这就会让我们感觉 自己所做的工作就是一种 就无比的自豪 有无比的自豪 用微笑看世界 这很重要 这句话说得太好了 用微笑看世界 对 所以其实有了你们这些人的守护 然后我们才能够跟随着你们去传承了 我们年轻人一代一代年轻人才能看到它 而不是永远看的是一张照片 让这些东西都活起来 对 让文物活起来 万里少年团在世界文化遗产 屈服三孔的探访 再继续深入着 孔庙 孔府和孔林古建筑群 经历了2500年 一段段岁月融成中国人文化基因的底色 也把古建匠人师傅们的青春岁月 包裹在朴实无华的建筑中 特别是这一处 中国古建筑的孤立 这可以看到很远 整个我们看到的这边全都是我们的这个建筑是吗 对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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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样的其实它还有很多背后的故事 对 你比如 梁思成先生 他呢 就是一直觉得中国建筑史都是外国人写 而中国人自己没有一个中国建筑史 所以他下决心要写一个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建筑史 所以做了大量调查研究 还有林慧音先生爬到这些古建筑的上面认真的进行测绘 收集了大量资料以后写这个中国建筑史 但是他写中国建筑史的时候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 到了这个四川的李庄 林慧音先生先得病了 然后跟着他也得病了 病得很重 林慧音先生是在床上躺着 他呢这个用一个钢架子 自己做了一个钢架子 把这个就是整个的腰部架起来 架起来 叫它能坚持 然后弄了一个花瓶 这花瓶呢 煮着这个下巴 就是这样才能画画 就在这么坚固的情况下 梁思成先生在林慧音先生帮助下 写完了中国建筑史 里面就谈到了像这组建筑 这是多少人在背后的这种 艰难步伐的守护啊 他们不但守护着这个 木结构的古建筑群 而且呢还有它的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 所以我觉得这些修复 这些文物古建筑的工匠们 真的是了不起 他们算是时光的守护者 对吧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走进世界遗产 走进屈服山口 其实我们都有责任 我们都应该做一个这样的时间守护者 是的 是的 简直是现在心里是火热的 嗯 山月你今天什么感觉 我俩眼睛都不够使了 看见什么了 看了好多好多东西啊 今天我们最后的时候看到那个明代的衣服 就当时的那个衣服 虽然之前见到过很多这样的衣服 拍戏啊或者怎样 但当你真正的看到那个时候的衣服的时候 一个圆物摆在那的时候 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 我当时心里边就 心就在跳 当当当当当当 我就一直在跳 确实是不一样 很震撼 很受教 对 实际上今天提出了一个我自己的想法 我说我特别希望 我能够看到有一天 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衣橱里 都有一件属于自己的华服 就像孔子说 礼食伟大 包括那个诗经里面说 周随旧邦 其命为新 到今天我们一定要 适合当下的年轻人穿 但是又有自己民族的符号 又传承着我们自己的文化 我跟鸭老师我们这一天呢 那眼睛也不够实了 我们也看了好多服装 我们看的是大国工匠的工作服 那他们穿的工作服 那精气神 这种自豪感 这种自信心 在脸上都写的 刚才我们一直在说 我们人穿的衣服 其实那些工匠们 也在给这些建筑穿衣服 他一层又一层的 去给他刷那些 彩绘 彩绘 对 包括还有就是叫地障 对 对 这些都会让我觉得以前 没想到那么多层 我就以为在那个木头上 刷层红漆就完事了 结果没想到 那么一个柱子就要干 两三个月 在那儿一直一直很 其实很枯燥 但是又很细致 这些都会让我们觉得 彤子的思想 不仅是在 他的传授的这些书籍 吻献中 包括这些建筑 包括所有人干的这些事 都是在传承他的这个思想 很感动 那其实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有很多没有办法 就自己经常说 我就 无解的一些难题 我想通过今天我们学习到的 能不能够化解 能不能给他们得出一个答案 我们试试从我的这个面前的盲盒里面 帮助我们的少年们 读一读他们的这些迷茫的东西 然后我们看看能不能起到 答疑解惑的作用 好不好 好 来 好 好 来 来 丫大姐学哪个 好 我拿这个 看看是不是当下的年轻人们 想要解决的问题 或者说 觉得目前遇到的难题 那 你猜我抽到了什么 嗯 我不喜欢我现在的专业 可是我又说不出自己 未来想从事什么行业 我怎么样才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呢 这句话 问杨院长 是不是用君子不器可以来解释他 可以来解读他 君子不器 这个器实际上就是器物他自己是没有价值观的 是没有选择的 人呢 人不能没有是非 不能没有价值判断 所以呢就是啊 君子不器 真正一个了不起的人 他只讲知道我做这个东西 它的价值和意义 那孔子还有一句话 君子长器于生 是吧 一段里边就是这句话 也是孔子的话 虽然不是论语的话 因为论语不是唯一的孔子研究的资料 所以那就是啊 我真正需要我的时候 我真正要能力 所以它是指的啊 一个人首先要明白自己在干什么 干这个东西的意义 但是我知道这个很有意义 但是我得会干 是这个意思 说得真好 我这特简单 怎么样才能快乐起来呢 其实我觉得我们论语里面有很多的 就我们学到的一些京剧都可以用上 对 对我一下想到一个特简单的 就大家都会说那个有彭志远方来 对吧 对 交朋友交朋友就能快乐 你看我们今天在一起都快乐 是吧 有各种各样的办法能让你自己快乐 用微笑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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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有一个我特别着急 一直想要把这个问题抛出来 人为什么要结婚呢 老师请借谈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再请三任党先说说 三任党肯定结婚比我早 我为什么要结婚呢 我和我的夫人今年相识61年 我们小学一年级同学 就自然自然的就是从小学同学中学同班 然后上工厂的一个单位慢慢慢慢就结婚了 但是我要出国留学 我的岳父就说 你出国留学四年 那你留学前能不能先结婚呢 我一下就想 国家给我做两身媳妇 正好用上 用回天呢 我说好啊 结完婚十多天以后就出国留学 他就等了您四年 等了四年 现在都不太敢想象 对 二年级和三年级中间回国探亲了一次 这四年就回过了一次啊 对啊 那你们怎么交流啊 那时候都写信 没有微信 好浪漫啊 没有微信 从前慢啊 我这个经历很普通吧 不算非典型的吧 现在这个年代还是比较就是 尤尤你说 你展开了说 人为什么要结婚 我觉得吧 如果能够找到一个爱的人 然后也是爱你的人 你愿意 你愿意宠他 愿意照顾他 他愿意陪伴你 愿意鼓励你 两个人一起共同地成长 两个人一起共同过完余生 我觉得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别看我 这个是不是就是结婚的意义呢 哈哈哈哈 孔子的理想是什么呢 老子安子 朋友性子 少子怀子 实际上就是啊 人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啊 他承担着一些义务 我结婚为什么 我为我父母结婚 我不结婚我父母心里不安 实际上很多人也是这样 其实所有人的困惑都很多 嗯 但我觉得困惑最多的应该是牛牛 嘿嘿怎么讲 少年团里面的代表 你来把你的困惑说几个 我们帮你答应解会一下 那在虚复这几天啊 我处处都能感觉到什么是理 而且我发现我们另一个示意地 李灵和繁体字的理 右边都有一个理字 那这个李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李那个字啊 它实际上是一个酒器 嗯 后来呢它就成为啊 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嗯 其实各地呢都有理文化 也很多也跟酒有关 比如咱们的湘西 它们是舞酒不飞歌 舞酒不齐舞 酒归酒就是湘西的酒 那么这个酒呢 其实呢跟着我们万里走单旗 走过了一处一处世界遗产地 也在传播着我们的文化遗产 传播着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 很多人啊都问我一个问题 说杨老师你学习孔子啊 这个孔子喝不喝酒 那孔子啊 这个他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论语》里面记载 唯酒无量不积乱 每个人酒量大小不一样 但是呢有个标准是吧 不积乱 这就说啊 这个我们常说那句话 叫不可不醉 不可太醉 这也体现咱们中国人的人生哲学 我们节目啊每一期都有一个试一色 每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生命底色 每个中国人的生命底色都是儒家文化所扑染 虚复的是一色 是象征传统的奴隶黄 在虚复感受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 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 让孔子的哲学思想不断传承 绵延千年 第五位 富裕酒鬼 守护事宜 富裕酒鬼 行离者止步 关离者止于 直离者各司其职 十二 齐悦 轎唱荣 我ileri 你 死也止 必 我也 你 不忍 我 不不責 不思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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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色 五情 和乐 雪丹 我友之久 以艳乐嘉宾西区 西区多佛 1994年12月 在联合国教官组织的 世界遗产大会上 我们祈福山孔 以突出的普遍价值 毫无争议地成为了世界遗产 28年过去了 山孔仍然是那么壮美 仍然是那么生机勃勃 仍然是那么令人感动 他的奥秘在哪呢 因为我们有一个个的时光守护者 是啊 祈福三孔今天得到保护 但是保护并不是目的 我们要把我们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 经过我们的手 经过我们的时代 健康地走向未来 这才是真正的目的 龙泉江两边太美了 多少这个龙泉瓷器 顺着这条江走向世界啊 微博搜索万里早单企划提演 参与讨论 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跟网友们一起边看边聊 高了一个稻草 然后鸣以后慢慢摔落 到近代龙泉瓷词 又迎来一个发展的一个辉煌 所以更重要的是 如何把这份将心传承下去 路摇一色 出摇旺采 招采摇是我自己内心的一个情怀 这个东西很难 你需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探索 所以我们一代一代都在做这个钦词 没有这份对于完美的追求 龙泉瓷的美名又何以明昂天下 跟网友们一起做的 我来说 我来说